这个是侄宾区的新地标 是一个艺术购物中心 新到点是今年4月才开的 那就要去看看吧 这里是主打时尚格调的 店铺不多 有咖啡、空中花园、salon 而二、三楼这里是卖家具的 这里明明是卖椅子 但整个展览会 全部都是设计员、设计人员 这张椅子是木加皮 最特别是这个手枕也是皮 是1933年意大利的设计 这个设计有个细节位 看看大腿腊中间 看看我的脚下面 有个扣扣家 扣实一张椅子 这一张是全场最值得收藏的设计员 它的设计员就是可以了 这个是家具之库 它是现代设计派的 即是用旧的风格 加上新的想法 这一张就是一张很好的例子 以前的积藤是用来做座位的 它是用来做背位 反而坐着就用皮来做座位 这张是1914年的设计 增值卖200万日圆以上 这张复刻版卖71万日圆 即是3万5港元 在香港不少人都会找它的作品出来炒 好的 这张是全场最贵 被誉为一生人都要坐一次的椅子 因为它是丹麥的家具雕刻大师 阿芬设计的 这是1945年的设计 柄子做得很流线 很符合人体工学 很少有这样一个木的笋 而是做得这么滑溜 全场最贵的要多少钱 是138万日圆 即是6万9港元 大家过来排队坐吧 来… 没有的,没有走光的 这里有这么多设计员车 如果我的好朋友渔民下来 他一定会很开心 不过这里的椅子 全部都是伏黑板 他家里的那些是增值 有空去他家里坐下 那些更贵 这边是买家品的 看到很多陶瓷的杯杯碟碟 一套套放在这里 对呀,这个渐变色做得很好 好像洗水牛仔的颜色 整套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 可以让你整套买回去 那就方便你配合整张饭桌 一只要3300日圆 即是87港元 一只,真的不便宜 但是看到 为什么这里黑色这套 没有了这三只杯碟呢 因为已经被我傻手买了 第一时间了 他觉得很便宜才买 他本身是想一买买六只 但别人没有那么多只 其实真的很富贵 这张椅子一定要介绍 这边的表面好像一粒扭扭扭扭扭 但是我勸你们坐的时候 一定要穿褲 如果男士不穿褲 就连起椅子一起起 这粒花生 很重要 这边也有很多设计独特的家品 例如个钟 例如这个 这个很喜欢 这个是床头灯 原来这个是一个 水底摄影机的公司生产出来的 所以都用摄影机的防水罩罩着 罩罩的外形还有一条瓶鱼 是否很独特 这个盘子就屈肌了 这个盘子真的屈肌 除了自己屈肌的形状 还有很多尺寸和模型给你选 早上就摆一件三文字 下午就屈肌 做果盘 它还有一个示范用法 就是屈肌在那边 放筷子 大的是11600日元 即是600港元 小的是6600日元 即是330港元 这个家司店总共有两层 货货多到说都说不完 如果你和我一样有味道 就要你了